最近新闻中频发各种年轻人在工作中突然猝死 年轻人死因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脑中风 大家之前在网络上都看过一些视频 一些年轻人可能正在喝酒喝着喝着 突然就啪了一下倒地了 或者说在网吧里上着上着突然一抽就倒地了 那这种情况就是年轻人的中风 我们知道的是像脑血管病心脏病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 心血管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已经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 又比较喜欢熬夜 吃的东西也比过去不健康生活不规律 所以造成了年轻人的大量的猝死 当然年轻人脑中风跟老年人的脑中风是有一些不同的 脑中风这个东西在病因上 它是大致的分为初血性和缺血性 所谓的初血性脑中风就是指脑血管它自己破了 然后里面生成很多的血块 因为大脑里面这个血流量是非常丰富的压迫神经 所以造成了一个中风 这种情况是在青年人中比较常见的 而我们熟知的老年人中的脑中风 大多数都是属于缺血型的脑中风 它是指身体中的一些血泥块或者一些所谓的酸子堵住了一些血管 脑组织被活活饿死的一种情况 那青年人该怎么预防这种青年性的中风呢 就是当如果你感到太累 长期觉得自己脖子痛或者说感到头痛的话 那记得呢一定要到医院 当然有条件的话呢 最好查一下脑血管 看看是否有一些先天性的脑血管的畸形 或者说动脑瘤之类的一些危险因素 那如果家里既往有那种脑中风的老人的话 尤其要注意因为自己有这个高危的风险因素 此外呢如果在工作中突然感觉一侧肢体 好像有一些使不上进 觉得这个触觉有一些异常 摸东西感觉不太对劲 或者觉得脸这边一边有一点点感觉缺失 这样抓他的话没有什么感觉 或者说看东西突然觉得有些模糊 尽快的呼唤旁边的人将自己送到医院去 因为呢医院里面有句话叫做时间就是大脑 如果一旦脑中风发生了 那尽早的送到医院里面 那预后跟送辞了是完全不一样的 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中常见的一些疾病 在青年人中越来越常见了 越来越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那青年人呢如果长期熬夜 生活习惯不好的 同时情绪比较激动比较劳累的 就更加容易的发生这种青年的中风 那有很多的征兆 譬如说感到头晕头痛 或者感到颈痛 或者面部麻木 那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通知周围的人 把自己送到医院 或许就能够救自己一条命 好的希望这期视频呢你有所收获 我们下期见 最后一点点 请 greeting 为什么 我 pper nurses 这是 那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